比起那些赤垮蚕蚕官 拆家败家的大型宠物狗 一些小型狗更受一些蚕蚕官的欢迎吧 毕竟它们吃得少猪的小 出门也不用担心被它们拉着跑 尤其是适合单身狗们来养 这么多好处 想必各位蚕蚕官都心动了吧 接下来我们就盘点一下 十种有趣的小型宠物狗 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们心仪的狗狗 第十名博美 你见过号称世界上最可爱的狗狗小布吗 这只有自己私人ins账户的狗狗 粉丝超过1600万 它就是博美哦 还有俊介这个重新定义博美的网红狗 当然像它们一样的造型并不是每个博美都能做到 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喜欢这种小巧可爱的狗狗品种 博美通常身高20公分左右 体重4-6斤 活泼好动而且粘人 它们无时无刻都想和蚕蚕官们在一起 而且不需要太多活动空间 最重要的是吃得少 相信蚕蚕官们已经心动了吧 第九名法国斗牛犬 法斗在一些城市市敬养犬中 希望各位蚕蚕官领养时要符合当地的规定哦 法斗常被描述为紧凑而强壮的狗 有蝙蝠耳朵和皱巴巴的鼻子 法国斗牛犬听起来可能不太可爱 但蚕蚕官们一旦看到 它们是完全不可抗拒的 看看法斗那张像老人一样皱皱巴巴的脸 瘦小但肌肉发达的身体 憨憨地走路姿势 法斗通常身高30公分左右 体重20斤左右 而且从不乱叫影响其他人 如果不禁养的话是非常合适领养的狗狗 第八名腊肠狗 这种短腿身子长的狗狗非常招人喜爱 是很多家庭理想的宠物 蜡肠狗聪明可爱 性格活泼非常勇敢 而且对主人非常忠诚 蜡肠狗身高在30公分以下 体重一般不超过20斤 大大的耳朵 短短的腿和巨大的长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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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